字幕 Companies 拍攝 蜜蜜 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昨天寶可夢GO 又公布了兩個新活動內容 我們來看一下吧 一起出門補蟲吧 時間是4月3號到4月9號 蟲屬性寶可夢機率大幅提升 之前有格鬥週嗎 再來是草系週 這一次是蟲系週了 一請補蟲吧 你喜歡補蟲嗎 你是捕蟲少年嗎? 你領到捕蟲少年獎牌了嗎? 是的,我是捕蟲少年! 我有捕蟲少年獎牌了 蟲系抓了 欸,2154隻 好像也沒有很多欸 因為蟲系 不想抓 直白的跟大家講蟲系很強嗎? 沒有啊 最強的蟲系跟大家講一下 以CP來說,最強的蟲系 第一名是克拉克羅斯,第二名是巨錢螳螂 第三名是大甲 第四名是遠古蜻蜓,第五名是 太古徽甲 呃...克拉克羅斯抓不到 他在南美洲 那蟲系呢,專門課 格鬥系、地面系和草系的 寶可夢 這幾個寶可夢,除了地面系之外 其他兩個很少在道館 所以也很少拿出來打人 他會被飛行系、岩石系和火性的 寶可夢課 嗯...好,講完了 因為草系的實在 很少看人在放道館 也很少看人拿出來打架 所以,實用率很低 我只能這麼講,很低 那大家就為了抓蟲去抓蟲吧! 耶!今天的這個活動 我也不想多講了 那個活動詳細內容就在旁邊 自己看 好隨便喔 可以抓到三種色違 呃...綠毛蟲、大甲 還有榛果球 那...這一次 預計可能會推出 飛天螳螂的色違 對,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個活動就介紹到這邊了 另外一個活動,才是我們要介紹的好不好 四月社群日的主角 寶可夢是寶貝龍 小寶貝要出來了 我的天哪 那個三代的準神獸 不用懷疑就是這一隻了 好不好 他跟一代的快龍 他的地位就跟一代的快龍 是一樣的道理 你常常在用快龍對不對 那你就應該要去抓寶貝龍 因為他就是這麼強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時間 活動時間是四月十三號的下午三點到下午六點 衍生寶貝龍大量出現 延長模組又有效果時間延長三小時 那都跟平常一樣 那獎勵 XP為...經驗為原來的三倍耶 三倍耶各位 如果...他是說捕捉寶可夢史喔 我想說如果我結交一個朋友 剛好在這個時間點變成正港的好朋友 那正港的好朋友有十萬經驗 那三倍就變三十萬 然後再開LUCKY EGG 就變六十萬 WOW 感覺很威耶 可是他這邊說了一句 捕捉寶可夢史 這樣子 正港好朋友算不算阿 那我應該集很多正港好朋友 在那一天 變成真的正港好朋友 好了不要偷吃不我啦 說一下 那寶貝龍 每次社群日都會出現色違嘛 寶貝龍的色違是變成綠色的 我個人是覺得藍色的比較好看阿 綠色的 就是...不過還是要抓對不對 因為稀有 稀有就是好 物與稀為貴 還是會抓 目前還沒有公佈 爆飛龍的特殊招式會是什麼喔 目前的話 以龍尾流星群是他最好的攻擊招式 那如果... 流星群改成立寧的話 那就...不得了了耶 直接一舉超越快龍 成為新一代的神寵 飛鏈不可 飛抓不可好不好 我們近代官方的公佈 秋風其實真的非常期待 這一個社群日的活動喔 4月13號下午3點到下午6點 再說一次喔 為什麼 為什麼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連一隻爆飛龍 都沒有 不抓 帶何時 搞不好我會抓滿 抓好3小時 跟那個牧手中的社群日不一樣 抓20分鐘就走得不一樣 一定會抓好抓滿 我是舞秋風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來吧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è